今天吃這一餐五星級飯店裡的麻辣鴛鴦鍋竟然只要678元 而且還有星巴克喝到飽 還有富麗彈簧裝潢跟美麗的窗外水景 這樣子太划算了吧 大家好我是土豆 我現在人在宜蘭郊西這裡了啦 然後在身後這個酒店是長榮鳳凰酒店 你們知道嗎 上次我們在台中拍的鳳凰酒店就是這個 它是長榮跟鳳凰的合作酒店 然後我們今天吃的酒店裡面它有個餐廳叫做煙波亭 有沒有很特別 我是很好奇 不知道等一下會有什麼樣的表現呢 那等一下我們一起去體驗看看吧 GO 我們去看出現了 那就帶一陣子 在那裡 pars 我可以說 Device 我可以說 也可以說 我可以說 你可以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我们会先点选汤底 那相关的肉类海鲜锅物的话 我们一样也是在QR Code 上面做点糖 那我们汤底的话有要点 请给我加沙锅跟鲜麻锅 好 若是一個人這樣點鴛鴦鍋會收開鍋費 沒關係 因為正常的話我們烤魚的部分我們是兩人開鍋 那鴛鴦鍋的話是你只要一人的話我們就開鍋 好 謝謝你 OK啦各位 是說我們剛剛踩到座位還沒準備好時候 他們工作人員就很勤勞的介紹起來了 這殺給我措手不及耶 不過OK啦 我們今天一個人吃他的鴛鴦鍋 然後又加上他的自助吧 還有星巴克讓你喝到飽 怎麼這樣吃一餐只要678元 還有各位你們不要看今天現場沒有人喔 我是刻意請他們幫我安置這個角落 不然上次有一個影片有人提到說 為什麼現場都沒有客人菜市還這麼豐富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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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離大家的距離是非常非常遠 我是覺得說這樣子才不會影響他們用餐 不然各位難得放假在五星級飯店這邊吃飯 結果有一個人在旁邊睡睡一面 這樣他敢不開嗎 不過OK啦我們先點個餐 然後再去自助吧拿個東西吧 那等一下我們去線上拿點東西來吃吧 那等一下我們去線上拿點東西來吃吧 我配搭訪吧 我配搭拿點東西來吃吧 那天呢 我配搭和回去飯 當你配搭我的天啊 你配搭我的天啊 我配搭燙 你配搭和 wyp� 你配搭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啊各位 我们刚点的料应该都已经上桌了啦 那我们开动吧 它这个汤头有满满辣椒的香味 可是它喝起来却香而不辣 还不错耶 这个椰奶香味好浓郁 我好喜欢这个味道喔 那我们就把今天这些料一次全部下下去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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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啊我们先把这些不耐煮海鲜捞起来 我们再把这些淡菜全部倒下去吧 来来来来来一边一锅两边都不可少 那我们趁这个时间先来吃刚刚拿的小菜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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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各位它这些小菜吃起来就是有一股 很熟悉的藏龙味 來吧我们在这种吃到我的餐厅啊 一定要先吃它的白虾 嗯 嗯 嗯 它是对起六百多元这个价格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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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我们先把它放凉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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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油油亮亮 沾滿辣油 蜂巢度 它吸滿了那個 這個吸滿滿辣油油的 剛咬下去了 它的辣油瞬間炸出來 雖然說 這樣子其實還蠻爽的 哈哈哈 這個是很經典的家常絞肉丸 很香耶 哦 你們有看到嗎 另外一個煮到爛的油條 它就像衛生紙一樣 吸滿了辣油 我就覺得它這種衝擊真的是 太罪惡了 我覺得它牛三包裡 這個牛肉就有點中規中矩了 還有吃麻辣鍋的鍋底 怎麼可以少這種老鴨血呢 它這煮得好入味哦 它這煮得好入味哦 白蝦一次吃起來了 還要我們來喝喝看它桌上附的這一壺茶呢 各位它這個竟然是青草茶耶 哦好清爽哦 各位我們在這種五星飯店裡的餐廳裡 竟然有豬腳耶 它這個豬腳滷得很軟爛 而且十分的入味耶 各位還記得嗎 我們之前吃麻辣火鍋 如果的時候好像不管在哪邊吃都是菜市場的鯛魚片 可是今天來宜蘭這裡 它是給你現切的鯛魚塊耶 嗯 它手工魚醬 咬下去有很濃郁的鮮味耶 雖然說它這個蛋菜尺寸有點小顆啊 但是我對於吃到飽的蛋菜要求就是 不要緊 就OK了 它這個手工丸子的味道 換個口味也是很鮮耶 OK了 那我們再來點第二輪的菜吧 那我們再去拿點東西來喝吧 店長是雪索 咬下水 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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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各位,我們點第二輪菜色已經來了啦 我們先從肉片開始吃起來吧 是說我還是第一次在這種600多元價位吃到美國和牛耶 在一股牛油脂的香氣中又帶著絲毫殘存一點的滑嫩 我們先來看看吧 好 好 至於這個澳洲牛它就真的表現有一點 平庸 好 一定會知道 保護 你 拉 真的 他 你 那麼 好 我不知道 過 在嚼勁中就帶濃厚脂肪香氣啊 感覺這個好像蠻厲害的耶 煮完竟然它的辣椒粉都在眼淚上面耶 它這個牛肉吃起來像極了我們吃的無錫牛小排 它只是把這個牛小排放在這個火鍋讓我們煮而已 它不管是口感還是味道幾乎一模一樣耶 接下來我們來吃吃看這個鮮椒牛肉 它這個鮮嫩牛肉經過烹煮過後 然後我們配上剛剛那一串鮮辣椒籽吃起來真的是 整個舌頭一瞬間麻起來了 然後我們配上剛剛那一串鮮辣椒籽吃起來真的是 喔 蛋的味道好香喔 它跟肉煮的真的是 它這是我們剛剛點的火鍋料啊 應該都一起先趕下去了 école英文進入 它是可以做到的 還是可以做到的 我們我們坐在一起去的 你們坐在一起去耕一下 油口裡就很不容易 有不容易 你吃起來 聽名的 至於這種羊肉片的話 我們就放心的把它煮到全熟就對了 好奇怪 這個羊肉怎麼不燒啊 好吃 一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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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靠這個豬肉莫名的軟嫩 而且咬下去有一種豬特有的香味 完美 趁了這段時間我們先來吃蝦子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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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說真的它這個真的是我這輩子會重複去點的手工丸子 很棒 那我們準備去吃甜點吧 ,然後去吃,去前湯來熬她 ,來炸了 很帥 最高,在這裡 ,就吃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终于来到甜点的时间了 如果你是跟我一样爱吃辣的人 你看到这个蛋糕 你不会想吃吗 这上面有辣椒汁 还有干辣椒皮 然后搭配上它的麻辣油所调出来的奶油 这种又甜又辣的组合真的是 有点五味杂成 但这个东西如果出现在愚人节的话 它应该会大卖哦 你可以想象中一个不敢吃辣人吃到这个蛋糕模样 会是什么样子吗 呃呃呃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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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那等一下我們去結帳就到外面做結尾吧 OK啦各位,我們現在已經在外面了 我們來說說今天吃郊西長榮鳳凰酒店的想法吧 我是這輩子人生中第一次在這種五星級酒店裡面 吃鴛鴦火鍋 我第一次吃到五星級的火鍋耶 不是五星級喔 是真的五星級五顆星星的耶 而且我們今天花了678元 可以享有五星級的服務 而且他們給你的食品也是品質保證 而且我們今天花了600多塊 吃完飯還可以出來郊西這邊走走 享受著大地的自然芬芳 還有旁邊一堆褐澤阿 有水的地方就有魚喔 這就是宜蘭阿 只不過我們今天吃的這個優惠方案 算是到五月底阿 然後現在是五月二三了 再過幾天就五月底了 哈哈哈 但是如果他恢復原價的話就不好講了 哈哈哈 那各位看到這邊 如果今天要你花670幾塊來這邊吃的話 你會想來吃嗎 或是在底下留言告訴我你的想法 還有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歡迎成為我們頻道的會員 一起加入邊緣的美食家喔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謝謝大家 請坐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